学习一定要通过戒定会 所以断烦恼是戒律 戒律是帮助我们断烦恼 烦恼断了之后清净心先切 这叫三昧 三昧不能够放弃 得到之后要坚持 要继续不断地努力 一定要等它开智慧 智慧开的时候 有小智慧 有大智慧 有大彻大悟 明心坚信的就近智慧 一直要到就近智慧出现 才能算是憋了 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 佛法里面赞叹佛 佛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一般外国的宗教 赞叹上帝 全知全能 其实佛跟上帝是相同的 是一不是二 我们自己自信 跟佛的自信 是一个自信 不是两个 换一句话说 佛的万德万能 佛有 我们也有 人人都有 故故不无 人不可以有自卑感 也不能有傲慢 有傲慢 错误了 有自卑感 那个错误跟傲慢是相同的 都是自己 障碍自己 所以我们要谦虚 要恭敬 要认真 努力地来学习 一定 先断烦恼 后学发门 才得真正的受用 才是真正 学佛 学乳 学道